就在今天 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 2022的报告统计 全球人口总数在11月15号 正式突破80亿人 世界人口展望的报告指出 目前人口14亿的印度 预计最早在2023年超越中国 成为全球第一的人口大国 并且在2050年 达到17亿人 虽然劳动力充沛 市场商机庞大 人多也凸显了 印度的交通和贫穷问题 车站人满为患 路上挤得水泄不通 许多人的生活水准品质堪忧 目前人口最多的中国 成长速度减缓 虽然放弃一台化政策 2020年中国出生人口 1200万人 创下1960年以来新低 2022年出生人口低于1000万人 联合国还估计 2023年起中国人口会开始减少 除了政策之外 中国生儿育女的成本上升 当地的防疫清零 薪资和教育等经济因素 都可能影响家庭的神域医院 联合国预测全球人口在2030年达到85亿 2050年来到97亿 2058年将会超过100亿 虽然人口成长值得庆祝 不过人口老化 粮食和环保等问题 必然给人类带来更多挑战 三里新闻是一天的报道